公投進入倒數階段 對於藻礁公投 最近也持續出現正反方的論戰 陳正子總統蔡英文也自己到藻礁區進行視察 並發表談話表示藻礁已經永存 引發環團的不滿 雙方隔空交戰 不知道觀眾朋友覺得三階蓋下去之後 藻礁依然能夠永存嗎? 還是必定會被破壞呢?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而本集的時事招要進 我們就來深入探討藻礁公投的幾個爭議點 和官方書法的幾個破綻 看看到底有哪些政府沒有和我們說清楚的事情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下訂閱 支持《大起太陽》喔! 首先 我們從公投理由書和政府意見書中找了疑點 公投理由書裡面提到 三階萬一發生意外 可能波及到周遭工業區裡面的毒性化學物工廠 造成嚴重的後果 官方回應是 已經通過安全評估 風險低於國際水準 而且全球沒有發生過 液化天然氣除草爆炸的事件 其實攤開過去國際上的經驗 雖然沒有除草發生意外爆炸 但天然氣接收站發生過的意外其實不少 列舉近一點的例子 2017年 奧地利的一個天然氣接收站 疑似因為技術問題發生爆炸 造成一人死亡 和歐洲多國的供器面臨巨大危機 還有2020年 中國大陸的一處天然氣接收站 也因為施工不慎 著火爆炸造成6人死亡 除了這種意外 國際上也有天然氣接收站 稱為攻擊目標的例子 2020年 敘利亞首都的主要天然氣管線爆炸 當局認為是恐怖攻擊 雖然沒有造成傷亡 但這起爆炸讓敘利亞陷入大停電 2021年 委內瑞拉的一座天然氣場發生爆炸 火焰直衝天際 當局也認為是恐怖攻擊 從以上列舉的例子來看 氣氧氣可能因為人為疏失 發生災難 也可能因為遭受敵對勢力的攻擊 而發生爆炸 這些都不是光靠除草安全穩固 就可以避免的 因為整個接收站 也不是只有除草會發生危險而已 再來一樣是 旅遊書和意見書裡面的疑點 環團認為大潭海域的海象叉 不利於穩定攻擊 政府則回應早已通過評估 大潭是最適合的地點 不過對於海象叉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有潛力可循 2017年 台中港的二階就出現過天氣因素 導致天然氣船無法靠岸 部分機組趕緊降載來因應 到了2020年 當時地點大潭也因為氣候因素 中游的工作船不幸擱淺在藻礁上 讓環團相當不滿 由此可見 環團認為海象 會讓空氣不穩 並非空穴來風的說法 只是現階段 台灣的能源 還不是完全仰賴天然氣 所以空氣出現問題 不至於出現缺點危機 但如果按照政府規劃 未來要50%來自天然氣發電的話 到時候哪個環節出現問題 可能就不是降載 可以解決的了 而且除了氣候問題 現在台灣的天然氣接收站 都位在西部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萬一兩岸開戰 台海被封鎖 會影響空氣的這個說法 雖然這是假設性問題 但是就如同反核的一方 會用最壞情況去評估一樣 在最糟的情形下 被斷氣這個說法 不是沒有可能 尤其如果真的被封鎖下去 按照政府的能源規劃 我們整整一貫的電力 都會受到影響 沒有電的生活 大家覺得自己可以堅持幾天呢? 接著來討論大家最關心的價錢問題 根據台電公布的發電成本 截至今年9月為止 燃氣的成本是每度1.84元 燃煤則是1.5元 乍方之下 大家會覺得沒有差很多 但是國企天然氣的價格 卻是不負高升 未來的成本價 可能就不是這樣的數字了 有人以政府向美國廠商簽約的25年 7500億台幣 每年進口200萬噸來算 發電成本可能高達每度2.5元 比起現在算出來的燃氣成本 可是高出了不少 這是因為 天然氣從美國運過來的時候 有運費成本在裡面 不像美國是天然氣產地 所以運輸成本比較低 也就因為如此 大家才擔心未來電價會不會大漲 而且就連前經濟部長沈榮晶都曾經表示 2025年後電費預估最多漲0.5元 最後來談談剛被提出來沒多久的 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前陣子有學者提出質疑 認為天然氣發電的過程 會造成相當多的甲碗排放 而地球增溫 有四分之一的原因算在甲碗的頭上 因此大力發展天然氣發電 並不是環保之舉 面對質疑 政府回應指說台灣不是天然氣的原產地 而且目前台灣的甲碗排放 主要來自廢棄物和農畜業 不知道政府是不是覺得 在別人家排放就不是排放 所以我們多用一點天然氣 也不會受到影響 天然氣會造成污染這個說法 也不是被想像出來的 參考美國的案例 美國因為要減少排放 連天然氣發電都中槍 2018年的一篇報導中就有寫到 政府政策的壓力加上天然氣成本的優勢 已經越來越低 當地天然氣發電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少 反共我們 即將要以天然氣為主力 真的是完全的對比 以上我們整理了四個在藻礁公投中看到的爭議點 希望藉由這個影片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被片面的訊息帶著走 最後 無論您支持哪方的說法 都記得在12月18號出門投票 自己決定未來 再整理一次重點 政府回應公投理由時 提到世界上沒有天然氣儲存槽爆炸的案例 但參考國際上的消息 確實有天然氣接收站或是天然氣管線 因為人為殊失造成爆炸的案例 因此除了儲存槽之外 其他設施同樣存在風險 如果未來台灣能源有一半來自天然氣 當供氣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無論是氣候、人為或戰爭 都有可能是影響供氣的因素 因此必須要分散風險 才能確保雞蛋不會放在同個籃子裡 近期天然氣發電被質疑會加劇地球暖化 政府並沒有正面回應 而根據美國的案例 確實在推行能源轉型的時候 已經減少天然氣發電的比例 天然氣發電成本較燃煤的費用高 尤其台灣向美國購買大量天然氣 還需加上運輸、儲存等成本 導致未來天然氣發電的成本 可能越來越高 北京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我們的影片有什麼建議 或是有什麼想看的題目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